這個這個介面設計部分的話大概是第一個你把這個拖拉過來 拖拉過來之前請 不必先匯入六個圖檔 因為他會跟你先要一個圖 如果你沒有圖的話就只有一個小綠人 所以出來如果剛剛只有小綠 如果不是小綠人的話 記得這地方拖拉過來對不對 他會跟你要一張圖 你就直接選第一張就好了 OK按確定就可以 那再來呢那個他的圖會 好像在左上角 所以如果說你要跟這個 畫面一樣大的話 請各位好在設定一下那個有一個叫 Scaletype 把它改成 就是Fits 這邊有個叫Fits Start 那Fits Start的話他就會自動幫你說放 那 根據就是左 就是左上的方向 自動幫你放到最大 那相關的說明我想各位可以參考那個 雲端的講義上面也有 他有一個那個相關的說明 包含就是說 一些這個 我看一下 這個講 裡面的話就是有這個 有沒有Image View的常用屬性 裡面的話 第一個SRC 其實就是Source 它的Source 會取得一個什麼呢 取得一個ID 所以 特別注意就是 匯入到那個 我們匯入進來 他自動會幫我們編號 那登記在哪裡 登記在R裡面 那這個R 點Java檔 是自動產生的 千萬不要自己 沒事去修改 那個R點Java檔 因為你一修改的話 也許就會 變成是無法還原的 結果 那這個R不見的話 你是無法自動去產生的 所以 我常常早上有很多同學這樣的狀況 那如果遇到R壞掉的話 很抱歉 你就只能重建專案 目前好像沒有其他的方法 你沒有辦法自動產生的 因為它這個是 自動幫你登陸進來的 所以目前我看起來應該是 就是說 你就只能夠重新 重新建立一個 專案然後再把你舊的東西 摳過去就好了 OK類似像這樣 那再來的話就是 這個地方要匯入Jobo 這個地方 從網路上自己抓下來 有六張圖 那我們的需求是這樣 當我按下 下一張的時候 他要去抓什麼 抓這一張圖 比如說我往下抓 所以他的ID部分 你要去抓到 下一張 那可以用什麼方式去 去判斷呢 基本上你可以想一下 上一張下一張 而且另外就是說呢 如果到最後一張的話 那你要能夠 去 再到 第一張去 所以這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建一個陣列 那陣列裡面就是 我們的檔名 那檔名分別當然就是 自傳 這個 陣列的長度六個 那編號一定從0到5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 可以這樣做 所以第一個 各位可以想想看 就是把界面做出來 再來的話呢 因為畫面上面有三個東西 所以一樣 宣告三個 連結三個 那再來就是說 分別建立世界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程式部分的話 其實蠻簡單的 沒有什麼太複雜的 這個範例裡面還不會用到那個所謂的 Base Adapter 因為直接就可以載 只是說我們給的那個 給的Source去 去改變一下 就是說這個 Image View 上面的Source屬性 我把它變更一下就OK了 那所以 首先呢 我們一樣 宣告 三個物件 包含兩個Button B01是 往上 B02往下 另外一個是 Photo IMG Photo是 Image View 再來就是說建一個陣列 那這個陣列部分 我建的方式 這樣 就是因為呢 我們那個Resource裡面 它一定是整數 值 所以呢我們這邊分別 給它的名稱叫 IMGID好了 然後呢 裡面分別就是 第1章 第2章 一直到第6章 這個陣列寫法 我們前面有做過吧 有沒有 就是等於是直接填入 6個資料 但是是整數 R.Resource裡面 一定是整數 再來的話呢 接下來就是 鎖影 我們再建一個INT 這INT的話呢 這是一個P 就是說現在在第幾章 所以去偵測它 如果它這個 第幾章的圖 如果超過鎖影值的話 那就跳到 往下的話就跳第1章 往上的話就跳到最後 跳最後一章 另外的話呢 就是Count 這個Count就是整數啦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IMG 點 DEX 就是它的什麼 自串長度 那返環回來應該多少 應該6嘛 對不對 因為有6章 分別就1到6 OK這個第1個的話就是上面宣告的部分 多宣告了三個 三個 一個是 這個這個自串的 正列 然後兩個 把我跟著一下 這個是 數字 整數的正列 跟 兩個數字 接下來的話呢 連結三個 這應該沒問題 接下來的話就是四鍵 一個是向上 一個是向下 好 那關鍵在這裡 這裡的話 我們 首先的話 如果按一下向上的話 那向上應該什麼 減嘛對不對 所以 p- 就是p 等於 p-1 的意思 然後呢 如果p 我們判斷什麼 如果p如果小於0的話 那表示他已經是-1了 本來是 0嘛對不對 0在-1之後-1 那這樣的話呢 那這樣的話呢 把批評根為什麼 減1 那更改他的 resource ID 從這裡 那set title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要 剛剛是他上一張嘛 上一張就減1嘛 如果當他 怎麼樣 當他等於 第1張 也就是所影值是0的話 再往上 因為就負1了 就會讓他變成 變成 歸1 有沒有 等於是 再上一張就負1的嘛 不可能是負1的 他的所影值一定是0到5嘛 自傳的長度是6嘛 對不對 那所以 這地方的話 我們就怎樣 再把 這個 長度-1 自傳長度是6嘛 6-1為什麼 因為我們編號 編號是到5嘛 對不對 所以 就把這個所影值 給這個image set image resource 然後給這個 陣列值 再來上面的部分 要能夠更改 其實我們是利用這個Title 當然如果說你將來呢 不在這邊顯示 而在另外一個 你可以在另外增加一個TestView 把訊息放在TestView裡面 也可以啦 只是說因為上面剛好有一個地方可以 顯示訊息的話 那我們就直接顯示 那如果說要出現什麼 第幾張 斜線 共幾張 或者你不用6除6 你可以 第6張 斜線 共 總共 總共幾張 之類的 那你可以在這邊 在字串裡面再加一下 那所以 第幾張的話 一定要加1 因為我們 所影值從0開始 0加1 就是他的 第幾張 然後總章數就抗著 OK 那下一張的話呢 剛好在這裡 往下是加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 加加 那如果我說他已經是 最後一張的話 那就變第1張 為什麼 因為如果呢 他等於抗了 等於6 對不對 6了 那 也就是加1之後 5 變6 那變 歸零 歸零之後的話 取得的就是第1張 並且秀出來的話 是第1張 然後總共幾張 也是 在 SET TITLE 裡面去做 OK大概是這樣 我想各位試著把這邊完成好了 這題比較簡單一些些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利用這個方式的話 你可以 去取得 動態取得 我們要顯示的 圖檔 所以將來如果 有什麼訊息 你要變更 一些特效的話 也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去顯示 載入那個圖檔 那其實 不是說只有在那個 IMAGE VIEW裡面 可以顯示圖檔 其實在 另外還有叫IMAGE BUTTON 或者是在Button上面 Button上面本身也可以放圖 有沒有之前我們不是有換一個 圖字嗎 那其實也可以利用這樣 不是我們按下去 那可以換一張圖 我們是在XML裡面做 實際上你按下去你也可以換一張圖 也OK 只是說 那個Source 部分改一下就好 這部分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在自己再試一下